這次歐洲考察團是用鼓掌的方式通過的 所以一次鼓掌通過? 對 七席都同意嗎? 對 那這次歐洲考察團你會去嗎? 不會去啦 因為我剛登董事長 我想這個歐洲考察團 我們剛剛聽了這個總經理的介紹也很清楚 我想這個案他們是 經過內部的研討到荷蘭、法國、德國去看皮膚市場 我認為這個員工出去外面見識見識 是對以後的農產公司具有幫助的 而且他也經過總監事會的通過 我認為就順著 順序市長給他成行 剛剛那個農委會主委說 你是公務備解出階隊 對市場改建很有利 你的看法大家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主辦市場改建 我已經改建了 現在在施工中有大龍國策 還有成功市場大龍市場 現在又要蓋南門市場 現在環南市場也在興建之中 我想市場改建是公務局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那以往有很多這個意見就是說 好像需求面跟我們要攻擊面是有一點差 有GAP 那我來當董事長以後 我想這個需要的需求面 以及金銘方式可以直接透過 我們就從工程上去解決 我想補購的這一種網易差距比較長 這跟總經營的活動會更順暢 應該會嘛 因為辦公室就在搜尋 你看我如果有的話 直接走過 我走過去那邊就可以協調到這個 因為市場改建案 所以就傳出說 是柯市長特地請您來化解他跟北農之間的糾紛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很多事情是因為人的關係 而使他如果更和諧 我想我在市政府服務也已經快四年了 之前我在高雄市政府服務三十幾年 我對任何人的溝通其實沒有障礙 我想這樣的話 對整個街務的推程會比較和諧 早上多晚會在那邊 就是